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最新的共犯 這1月16的講法 這個是共謀國家統一 統一後就是一國兩制 所以這很清楚 就是一中原則 終極統一一國兩制 這就是求二共勝 所以這也讓我們全國的民眾 高雄一面了解 大家北漂青年現在要返鄉 但是返鄉大家會歡樂 你害怕說如果 中資或者說房價炒高 北漂的青年回不了家 那怎麼辦 因為我相信說這次很多北漂的朋友 是投票給韓市長 也希望說你當選之後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北漂會不會變成 以後在北部七席 變成北七的這個北部七席 北漂青年他回家的路 你對一個地方 包括現在建商公一平五十萬 也不為過 還有說這個高雄還沒賺大錢 還沒發大財 套房先橫掌 這兩百萬 包括專家說的 如果這個房價漲爽到三種人 這個建商高官 或者是這個房地產 但是一般的這個北漂青年 他如何回到高雄來生活資產 請教韓市長 你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如果這個當然這個理想我們都知道 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譬如說我們提供北漂青年 他的購物的低利貸款 非常好的工作機會 這個想法是一樣 第二 有的時候股票跟房地產 它是個信心問題 我不想幫房地產做代言人 當大家對高雄越來越有信心的時候 市場的價格的浮動 不是市政府可以控制的 重點是 市長我知道這個大概市場機制 所以我是說 可不可以成立有這樣的基金 具體去幫忙這些北漂的朋友青年返鄉 市長覺得這樣可不可以 低利貸款 我跟自眾議員報告 青年局成立之後 住房問題是一個重點工作 青年創業也會是一個重點工作 那還有各方面的照顧 那未來 如果自眾議員繼續關切的話 我就跟您報告就說 我們一定會把青年住的問題 我們會加大力度來重視它